新北地監署前年发动三波搜索行动 逮捕台湾安博公司谎信负责人等人 原因是黄贤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合法的WiFi社评审验执照 谎称非法安博盒子一切合法 事实上却盗取并从治国内外72家电视台频道讯号 上传境外伺服器后 提供购买安博盒子并下载特定APP的民众收看 政大教授郑志荣认为 透过安博盒子看第四台却不用付费就是海盗行为 我们在看那所谓的安博盒子 或是透过其他的那些盒子来接收这样的讯号 不交钱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 它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 政大教授郑进一步解释 民众收看第四台缴交的费用 是给在地的有线电视公司 也就是系统业者 费用部分回馈给制造内容的电视台 就跟到便利商店购买泡面的道理相同 你到Seven去买一包泡面 Seven买到的泡面不是Seven做的 是可能其他厂商他们做的泡面 其他厂商做的泡面交给Seven来卖给你 但是你钱是交给Seven Seven再把钱转给那一家厂商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台湾的电视产业的现况 郑志龙对于非法安博盒子不断壮大 感到忧心忡忡 郑志龙表示 订户减少 系统商没有赚到合理利润 就没有办法回馈给制造生产内容的频道 对电视产业伤害极大 外来打开电视可能都是国外讯息 这对国家发展及国民素养的养成 会有很大伤害 电视产业如果没落之后 我们以后从电视上看到 都是一些国外的讯息 那我们知道电视的内容 事实上会培养我们的价值观 更一些甚至一些文化的认同 所以当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电视的时候 事实上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 对国民的一个知识素养的养成 都会有很大的伤害 文化教授庄伯仲德认为 宣导跟查禁要双缓齐下 才能让不法行为受到贺止 因为部分民众不知道安博何止是非法侵权的 查禁则要做到断金流 断讯号及断广告的三段 所谓的断金流 就是让这些不法业者 他无法受到这些 透过不法行为而来利润 包含上下游的产业 那断讯号呢 当我们知道使用者会透过 比如说中华经理讯号来收看这些不法侵权影视的时候呢 就应该予以这个断讯 那再来就是断广告 我们不能让这些侵权影视行为的设备跟服务的广告 在入口网站还有各大新闻网站上出现 那这三者必须持续进行 才有可能搭配广泛宣导 收到最初步的效果 中博仲呼吁 全台影视商业部分上下游都应该团结起来 一方面跟政府持续沟通 甚或对政府施加压力 对于非法安博何止应该要加强取缔力道 系统商与频道商也要管为宣导教育民众 影视产业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 跟政府游说甚至施压 必须展开明确而且具体的取缔行动 另外一方面呢 必须搭配广泛的宣导 让大家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 这样才可能有成功的一天 类似安博何止这样盗取 并重置国内外频道讯号的违法机上盒 近年不断出现 业者以线上教学影片教导民众如何违法使用 试图规避检警察器 共同形成侵权上下游产业链 伤害台湾维护智慧财产权的国际声誉 也让台湾影视产业面临危机 政府应该拿出魄力 保障合法的影视业者 记得林志钦桃园采访报导